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受害者他成功的移民美国了 他是叫金融迫害 金融迫害就搞得他全家荡产了 他这个还可以移民 他那天在那上面做那个节目 我看到我觉得挺好的 原来金融迫害也可以移民 那P2P多少受害者都去美国吧 多好呀 再不要相信那些金融的融资了 都是骗子 不过人都有贪心 你们也想多赚点钱 养家互扣 也无可或非 哎呀 但是这些专门骗自己同胞人 太可恶了 祸害都是家庭 然后他自己跑到过来享受生活 但是如果你们是受害者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尝试去美国申请一个 就是金融迫害呢 因为有人成功申请了 我觉得既然有一个可以开头 第二个也可以 是不是 应该没问题 美国是一个敞开大门 很惨 但是应该也没有什么谈判 这是老百姓的 所以老百姓最苦逼啊 就为了赚点钱 又掉坑里边去了 这太不公平了 这怎么办呀 然后要是因为这件事能移民了 也算是因祸得福 有的时候坏事也会变好事 因祸得福 嗯 他就 他就 那个骗人的就是因 因 因福得祸 就是骗了别人钱 最后 也 也 那个什么 也没办法 留在美国 然后再让人起诉 再还钱 百忙一场 啊 所以呢 你们可以尝试尝试这个 但是前一个地点 德国那个移民门口很低的时候 哎呀 原来是穆斯林太多了 后来我觉得 好像美国愿意去吧 嗯 都是去去澳大利亚郊区什么这些都不好 美国还是挺好的 啊 到到那个 毕竟是 真正的 嗯 有担当的 一个 大国 嗯 他对承担社会责任的 而且做美国工人 工民非常自豪 所以呢 做到哪里都不敢欺负 这一点很好 然后外交 绝对 绝对的牛 No.1 不愧是No.1 所以呢 到某国去 还是不错的 如果P2P 这些受害者 知道的话 带老婆孩子 快疑你吧 那里没有P2P 不会有人骗你 就是老老实实 规规矩 做一个 普通百姓 也挺好的 是不骗人 然后也不被别人骗 这是最好的 有的时候 你不骗人 也会被别人骗 像我这样 嗯 所以就会受到伤害 哎呀 我刚才那个视频 怎么 我晃了一下 怎么会定格 正好 正好看到这个 我这个 我们室的一言在上面 哎呀 我不知道 这样不好不好 对这个 我是比较敏感的 嗯 哎 好的 今天 不给大家多热情 我今天很忙 我想一下 我休息书和茶书 你做一个 别忘记订阅转发